大妈您今年是八十五 八十三 八十三啊 哎呦那您您是什么时间来到北京啊 当时 我说五六年来的 五六年 哎呦那在我们带坊市那边住 坊市那边 那边一定是平房不乱干市 对对对 啊对就那边住 哎呦那是也是老北京人了 这是厂子分头这么一套吧 我这来的 那时候还挺美的 那时候楼房很少的 没错没错 是吧 对能分二楼房都特高兴 也比平房好 对啊 起码进家有有天然气 比有有有有那时候不叫天然气 煤气 对 做饭生事 是啊 那个 卫生间也独立 这也能这也能洗澡 平房方便多了 是 那大妈您老家是哪呢 我河北遥遥的 也不算远 五百里地吧 五百里地 那快挨着河南了吗 那个 啊 那您那老家是不是挨着河南那边了吗 不是吧 嗯 离河南还挺远的 是是因为我去过河南嘛 河南差不多七百 七百 那大妈您是来老家 从老家来到北京参加的工作 对 哦 那您当时是因为什么来北京啊 哈哈哈 跟随大爷 哈哈哈 你跟我问我这个干嘛呀 哈哈哈 我们比较就是好奇嘛 跟您就是学习 学习 了解过去的历史 是 那大妈那您年轻时候您是做什么的啊 啊 您年轻时候 年轻时候走了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在职鸡刀场 哦 职鸡刀场 在职鸡里 那就往去门这 啊 那也属于是国企吧 不是 就是 就是 接到了 啊 对 哦 接到了 哎呦 那那那当时也不错 那当时您来北 参加工作 您能挣多少天 我一开始啊 五八年我来的时候 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 嗯 我是这个鱼器厂 哥咱们走了 嗯 走 走呀 鱼器厂那个工作吧 嗯 就是会登机器的 是那凉水 沙子 摸那鱼器 哎呦 我守不了 那手都扇了 那那 我就不干了 是啊 那一会一般人也干不好 我们走了 您 哦 您 谢谢您 谢谢您 不谢不谢不谢 不谢不谢 不谢咯 是 走吧 这是这是这是您您这两口吧 不是 我们这都是这有丸子 哦 是是 对对 那他妈呢 你真真是不错 而且看您这个穿上这个 这衣裤什么的也真真漂亮 哎呦 行了 你别什么问了 再嫁了 他妈想再问您最后一句 您现在退休金能拿多少钱 我拿四千多块钱 还可以 还可以 我怎么了 我因为孩子多 老接不上这个 这个功龄啊 炒好些个人 那时候也不懂这个 其实要找能照下来 是啊 不懂啊 谁知道脆了小孩 拿功龄给钱呀 您多少年功龄 我才22年 我五八 我五 我 六 六几年我才出去 是是 哎呦 那大妈您多保重身体 啊 我身体还行 但是我们因为经常来 再跟您聊天 行 您多保重身体 好 再见 好好好 谢谢您大妈 谢谢大家